是顺小级顺小级事业大级 然后4月的时候是财大级 转变为事业大级 然后薪酬年的时候 5月份的时候财大级事业大级 图这个通通会产生出来 产生出来以后 这是一个图表 只是让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就是说我今天看到你穿黑色的衣服 所以我直接断理去年整个月 12月份的一个现象 真正在去做细部的推演的时候 你看1月就是 1月就是杨历的2月 顺小级顺是不是管道 有没有征钱的管道 征钱的模式 征钱的方法 实际上这个月往好处走 征钱多了一点 那一样 杨历三月就是2月也是一样 那4月是不是土月的 就是杨历的4月就等于农历 阴历的3月 管道停止的 因为土月的时候 管道停止 4月是事业大级 事业级 事业上好事 管道停止了就变成事业 事业了你接触了一个新的产品 对不对 新的项目事业 这个都是项目 那5月财变事业 财大级变事业大级 对不对 打开了新征钱管道 这个我就不念了 你们就看 因为软软体都有 好那 5月的时候 等于杨历的6月是财变事业大级 好那6月等于杨历的7月是事业大级 那接下来金呢 金的话就变成逆小胸 没有贵人管道 就代表看起来你往外出钱多 开支大 往外转钱多 进钱少 应该跟房地产信用学习有关 学不到东西 那一样 8月7月8月都是金 金的话就是无贵人管道 你看我们就7月8月有没有逆小胸 叫做管道 盈利模式 逆小胸 好那10月的时候事业大级 那11月水月有没有 就是10月11月那就最糟糕了 因为就是他本身的颜色 因为他是穿黑色 当然在这个月份水的月份就代表我 我就代表所有的压力 不管是管道的财的事业的房产的压力 统统集中一神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好那为了要让各位了解这个原理 是这样的 好那如果要在应用上面好你要如何应用我们的软体 因为你想要把这个通通背起来也不容易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以这个案例 我们用2020年 好我们来开软件好 好那软件都给各位了 就是4个9对不对 然后呢 开软件以后 就验证码 每一次都不一样 进来以后 叫做串一串业版 好那现在年度是不是2022年 那如果到了明年你这里就会变跳成是2020 2003 20不是2022了 今年是2022 年度是2022 那我现在看到一个人是穿黑色的 这个人是穿黑色的 那穿黑色的他是20推论2022 是不是要推论2021年吧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这一个推论某个月 有没有推论过去每个月的运势 我们就按一下 好这里 是不是写顺小吉 顺小吉四页大吉 四页大吉 财大吉 今月七页八页刚刚说的吗 逆小胸 我们就去看我们这个讲义 有没有这里 七页八页逆小胸 对不对 我大胸四页大吉 我们就直接去看我们的软体 有没有我大胸四页大吉 然后他就会呈现在这里 因为我那个PPT是从这个软件直接copy下来的 所以你不用怕说我忘记了 好那现在这个人他是穿黑色的吗 那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今天看到了 今天是不是2022年 今天看到他穿红色的 那你就来点红色的火 然后一样按一下3 有没有推论过去某年某月的运势 不一样了 本来这个都1月2月都还好 但是变成是凶 因为他穿的颜色太极点 这个叫我不一样 穿的颜色叫代表我 我们现在是推论 那推论准了以后 你要叫他来做改变 他才会听话 他才会说 我听你的话 因为你推我过去很准 那未来我还是照你的建议 所以你只要懂得推论 改变你就会了 好那现在这里 这套软件这里有一个列印 比如说这个人 他刚好今天跟你聊天 那你看到他穿红色的 2020年就是今年 看到他穿红色的 那我要推去年整个状况 还不错 你看 只有去年的1月2月不好 还有只有1月2月不好 那4月跟5月 本来是不好 但是转成顺小级 那你就按这个列印 列印 列印以后 列印成pdf 这里就选pdf 那如果你有印表机可以 可以把它打开你的印表机 那如果你要列印pdf 好那就按列印 然后如果你没有看到表格 那你要记得我们上次有说要来设定的地方 你要印彩色的对不对 那其他设定要去调整这个叫做背景图形要打勾 如果没有背景图形 有时候像我们的八字 那个五行的圆圈 木猴土金水那个就不见了 所以你变成 越熟越尾都要打勾 背景也要打勾 然后呢 就按 列印 那列印会列印到哪里 列印到桌面 桌面呢 我们就桌面就打一个 这个是叫做 陈先生的这个论断 那我们就存档 那存档就在我们的桌面了嘛 我们把它关下来 到桌面去看看 陈先生在这里 我们打开 你就可以夹带档案 夹给他 他这个就是等于你帮他论断的一个内容 这个就是以单一整年20202021年1月到12月份每个月的现象 让他对看看 如果有七八成都蛮准的 我跟你讲 这个人就是你的粉丝了 那以后他要他家里面如果有人生小孩要命名 改名要找你 有人要结婚要折日课也找你 要论八字也会找你 要买 开一录品也会找你 所以代表软体 很好用 但是你至少要学会怎么用 那我们现在就在讲原理嘛 那也讲应用 那这一趴这一段落就是大概有九个小时都是在讲每天的应用 那你学会了以后你除了自己要改变以外 你还要去用在你如果是有把它当职业啦 你可以把它用在你的事业上面 如果你有在开命理馆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书 那我们的软件有 应该怎么又跳掉了 我们再来谈一下软件 刚刚讲的是叫做论断嘛 那最重要的是 你要如何给他建议 2420 刚刚是论断哦 论断是要让他求证嘛 那最主要就是要让他今天以后要怎么穿 这才是重点嘛 好那现在我们就 这里不是有月份吗 现在是 现在是十月嘛 那我们就产生十月 那我们要看十一月份嘛 十一月份怎么穿嘛 我们就十一月 那一次给他两个月 十一月到十二月都可以了 那这里 如果你知道他的八字 你就可以这里 这里不是有一个资料维护吗 你就可以建立他个人的八字记录 那这里配 你就按 每月五行开运建议书不是有一个叫做不论命组的 一个叫做论命组的 就是代表你用他的出生年日 因为出生年日是不是有考虑到他的 他的喜用神嘛 那我们现在要建议他就是十一月份 就是下个月 要怎么穿 那如果像我发到我们的群大概都是 因为对众人嘛 就不不以个人的这个生成八字来做做论断的 做配置的 那如果你要用他个人的这个八字来配置 五行再变化可能会有一点差 那如果说 但我当初在学的时候是不看个人八字 我就会按这个 我们现在按刚刚是推论是按第三个功能 对不对 是这个功能 那我们现在是要建议他 下个月以后要怎么来运作 我们就按 是 左边这个是有考虑到个人的这个八字 那个人八字要在这里 维护这里来输入 那不看八字的话就按这里 按了以后 你看要到十一月七号 十一月七号到十二月七号 才会跳 暮年水月 但是月升年 以 年来论 对不对 所以是暮 暮为太极 那暮 暮刻图 金刻暮 那为什么 如果要求财是不是要穿白色 那为什么白色 他会排在第二名 他94分 因为我当初在设定的时候 这个 星星 代表事业 这是年 这一排 前面这一排 是代表年 中间这一排代表月的五行 那这个 年 年月 年月 对了年月月 因为他有 这个月刚好有两个五行 那这个是代表财 有没有 这是财运 那这个 是叫做事业 那一个圈的话代表 盈利管道 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换算 你穿 土色系的 下个月穿土色系的 跟穿金的都OK 那如果是穿水木火 大概就不及格了 所以他这里就有建议 好 那接下来 如果你真的要求彩 你就可以穿金的 然后要听金的音乐 都是求彩的方位 求彩的 月令的一个五行 那这个五行音乐 我都有传给各位了 那我明天再传另外的身心灵疗法的12种音乐 只要你现在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你就去听那个音乐 这个是一个身心灵的音乐 我明天总共有12种 我明天再传上去我们的群 那接下来 床头 因为这个我们还没教 但是我们这个软体都已经帮你产生报表了 床头你要朝西 办公室朝西 对不对 但是读书的时候就要朝东南了 那二维码要放在西 对不对 要吃金色的 金色的房子就白色的食物 就牛奶 白色牛奶都是叫做金色的食物 那或者是在 碗 碗子底下放一个金色的白色的垫子也可以 还有这个财库的部分 那这个叫做12月的 12月到1月 土金 然后一样这里不是有一个报表吗 你如果要传给 我不是说现在有几个老师都是用这一套里面去帮助个人 或者企业的老板 教他们每个月给我100块人民币 我就把这一份传给他 他就会这个月就照这样做 但是传月份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调 对不对 我们只要11月份 你这个只有11月份就好了 那11月份的话就是 我们调这一个 就传这一个 列印 然后一样 列印 然后李老板 李老板 老板 好那就存档 因为存在桌面嘛 李老板 我们再打一个 李老板 我们要打一个 这个是月 好那就准档 好那 100块人民币不是这样就赚的 那个是月份 那我们还要再来调一个 叫做日的 日的我们就调一下 它是11月份 11月 因为7号才 7号才会跳下个月 那我们就6号好了 11月6号到12月6号 12月8号也没关系 是不是这里已经 2022年的11月6号到12月8号 那一样他如果有个人的五行 你就按这个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按这个 那是不是 你看哦 这是11月6号 每天怎么穿 你看 今天呢 就只有一个火穿火 红色的才及格 其他都不及格 那这个呢 这一天呢 11月7号就有三个颜色 对不对 你看这里总共有30天 那一样30天我们一样把它按列印 他这里现在在产生对不对 那等他跑出来以后 我们就按列印 然后刚刚是陈先生 不是李老板的月嘛 我们现在变成李老板的日 然后一样存档 那存档以后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就来看这个李老板 李老板的月 还有一个李老板的日 就把它夹带档案 发到他的微信或者他的line 他一download下来 每天他如果真的你已经帮他服务过一个月了 他照月来穿或照日来穿 他得到的感应是不错的 我跟你讲 10月份 我没有右上角 这个没有啦 这个是那个电脑啦 电脑本身就有一个就有列印的功能了 有没有这里啊 我们这一套系统已经有 你不一定要点这三个点哦 因为有一些软体是没有这个列印 那现在我是告诉你 这一套里面这里不是有一个列印吗 这里这里啊左上角啊 我的电脑也没有没有啦 你们不要用这一套系统不用啦 这一套系统是本身就已经有 软体都已经有 有那个啦 这里不是有一个列印吗 左上角左上角这里 有看到吗 啊这里啊 那譬如说你要印 印其他的这个油 这个油啦对啦 所以这一套 穿衣哲学里面哦 五行开运哲学里面 他都每一项都有都有列印的功能 他都每一项都有都有列印的功能